红魔为数不多一直坚持做游戏手机的厂商 现在想要一台全方面都专为游戏而生的手机 还真只能看它们了 这不,马上又要发布新机 今天我们就先来前瞻一下 红魔9s Pro Plus的外观设计 现在我手上这一台就是即将发布的 红魔9s Pro Plus了 它的三维尺寸为163.98x76.35x8.9毫米 装229克 作为半代小改款 它延续红魔9 Pro系列的设计语言 双面玻璃加金属中框 直角边框直角屏幕 无支架直屏 无凸起纯屏背板 整个手机就是那种很机械很朋克的风格 我们今天上手这一台是红魔经典的刀锋透明银翼配色 除屏幕外大部分都是金属银色 翻到背面来可以看到一整块透明玻璃背板 连在摄像头区域都是一体的 仅在闪光灯有一处小开孔 一体性极强 我认为红魔9s Pro Plus外观上最大的特色 就是这块玻璃背板 不仅得达到机身强度要求 还得保证不影响相机成像 要把手机做成纯屏不突出还非常考验主板堆叠设计水平 它没有为了作品而加厚 8.9毫米也就是现在的常规水平 透明盖板内不会直接透出元器件 而是几片经过设计的装饰盖板 紧接线 矩阵点 螺丝某钉等相当有工业气质 还有骁龙芯片 红魔品牌 刀锋等logo标识 十分帅气 作为游戏装备 RGB也少不了 背板上有会发光的手机型号标识9s 双摄像头之下 有一圈RGB卷载灯环 这里其实也是手机散热风扇的位置 在游戏或充电时 风扇和环心灯就会自动开启 借给手机降温 也营造更加沉浸的游戏氛围 金属边框上 我们能够找到上下双立体声扬声器 带灯的LR左右压感尖键 物理出风口 红外传感器等 还有极为先进的3.5毫米耳机接口 可供应由玩家搏接有线耳机 享受更低声音延迟 当然 红魔9s Pro Plus最让我兴奋的地方 还是正面超窄边框直屏全面屏 6.8英寸尺寸 极窄四微边 而且是一块无开孔的真全面屏 摄像头听筒完全隐藏设计 没有一点屏幕遮挡 不管是日常看视频还是玩游戏 都感觉不到前置镜头的存在 拿在手里把玩的时候 感觉就是拿着一块玻璃很有未来感 据说这次红魔9s Pro Plus 还会有一个纯白色的版本 我也很期待 关于它的实际上手体验 就让我们等三天以后正式发布 再来聊一聊吧